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他的这一个会议结束之后的这个谈话呢 让大家呢现在觉得已经觉得笃定了 已经相信了 就是看到美国在接下来即将要开始升息了 那么对于大家都在关心的 就是现在通货膨胀会不会因为升息 而有这个大的影响 会对美国在未来的经济 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会有大的影响呢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联准会主席鲍尔也表示呢 不会的让大家在这一方面也不用过于担心 我们可以看到联准会主席鲍尔 在昨天就是表明了要在三月份就要开始升息 这也会是联准会自COVID-19疫情爆发之后 利率调降到零以来的首度的这一个升息 而且是确定的告诉了外界 那么看到呢 在这个举动也会终结宽松货币政策的这个年代 在疫情期间华尔街的股市也因为宽松政策 这个货币政策频频创下的是历史方面的新高记录 联准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前两天举行了今年的第一次的会议 而鲍尔在会后的记者会当中 他强调的就是美国央行对抗通货膨胀的意愿 同时他也预估那就是今年物价应该会下滑 好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是太厉害太好了 那么在鲍尔方面呢 他则必谈在未来升息的可能的幅度 他仅仅说美国的经济复苏力道够强劲 足以应付更高的借贷成本 鲍尔提到了因为疫情受创的就业市场 现在呈现的是强力的反弹 那么他也说目前是有升息的空间 不至于威胁到劳动力市场 鲍尔描述现在的劳工和雇主的状况都相当的吃紧 许多的企业难以聘请到人力 而美国呢在去年消费者物价可是往上飙涨了7% 达到了1982年以来的最高峰 鲍尔的这番言论反映了联准会议的政策轴心 好关心完了各位每一个人的荷包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也看到美国的官员在昨天提出了警告 对于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的纷争呢 美国是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丁 可能在2月中旬前会对乌克兰动武 与此同时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就呼吁 当地的美国公民应该要考虑立即离开 美国副国务卿雪曼在昨天就说 美国方面相信俄国总统普丁仍然可能对乌克兰动武 不管外界对他的压力是如何的施加 乌克兰的这一个情势的紧张是不会减少 而普丁动武的时间有可能从现在起到2月中旬 所以呢 现在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呼吁当地美国公民 应该考虑立即的离开 而在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危机加剧之际 在美国军方有6架F-15的战斗机 也在昨天抵达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的一处空军基地 将会进行为期一个礼拜半的部署 爱沙尼亚的美军空军基地发言人说 这6架战斗机都会一直部署到下个周末为止 好接着我们看对于在中国方面 在华盛顿的消息 美国联邦众议院民主党议员 在昨天推出的是 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法案 目的则是在推动高科技研究和制造 强化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 要缓解全球电脑芯片短缺所带来的问题 这一项法案 它的英文字母缩写 就是2022年美国竞争法 根据这一项法案 美国将会创立美国晶片基金会 拨款520亿美元 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生产等等 授权450亿美元来改善美国的供应链 那么也要加强在制造方面制造业 防止关键物品短缺 并且还要确保更多这一类的产品 是可以在美国制造 那么接着我们也看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在今天告诉中国的外长王毅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步步禁逼 威胁到全球安全以及经济了 王毅则告诉布林肯 就是俄罗斯合理的安全忧心 应当得到重视和解决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天 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在会议后则转述 他说国务卿布林肯强调的就是 俄国进一步的向乌克兰寻系 已经威胁到全球的经济以及安全 降温紧张和走外交途径 是解决这一个问题的负责任的做法 布林肯和王毅也就如何 一同推进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 那么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到 在现在呢 副国务卿选曼也在昨天说 即将要登场的 这是北京冬季奥运 可能也会影响到入侵乌克兰的时机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该不会乐见这两件事情 来个同时发生 在现在呢 雪曼这个月稍早是率领 美国的代表团 那么在欧洲和俄罗斯官员 就乌克兰进行会谈 而昨天他出席一个线上峰会时就说 目前还不确定 俄罗斯是否已经做出 入侵乌克兰的决定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 俄罗斯总统普丁 即将于现在起到2月中之前 就会动武 但是呢他认为在北京的冬季奥运 有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 就是入侵乌克兰的这一个时机 好下边呢 我们再看到的就是在美国的国内方面的一些政策 那包括了总统拜登在昨天签署了行政命令 把性骚扰现在列为统一军法典当中的罪行 试图要解决长期困扰五角大厦的问题 美国的国会在2022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 要求将性骚扰列为罪行 以此向吉伦致敬 20岁的陆军下士吉伦遭性侵 向家人透露他不信任军事指挥部 调查他的控诉后 在2020年遭军中同袍杀害 白宫的发言人莎奇说 这项命令让人缅怀吉伦下士 而他的死也引起了全美国对军中性暴力方面的关注 另外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三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的布雷尔计划要退休了 到这一次任期结束他就要退休 他也为总统拜登提名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扑下了道路 现年83岁的布雷尔将会在法院目前工作停期6月底结束之后就退休 媒体则说布雷尔将会在今天在拜登出席的一场白宫活动当中 会正式宣布他的退休 地方信的报道 在美国方面洛杉矶的消息 美国加州圣河西市议会在日前表决通过了法案 强制枪戒拥有者得要购买责任险来支付他的武器制造 武器所造成的任何损害 这也是开全美的先河 全美第一项这一类的法律 另外呢 在因为这个污染危害了居民的健康 在洛杉矶的市议会也在昨天投票决议要制定一个法规 禁止在区域内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计划 评估要在未来几年逐步的废除在现有的在当地的邮寄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我们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接下来呢 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同关心 这是来自国际方面的报道 国际方面的新闻 我们在这里呢 一开始我们就先看到呢 是关于在北韩 今年是第六次朝东岸外海发射飞行物体了 来自首尔的消息 南韩军方就在今天说 北韩朝东岸的外海发射最少一枚不明飞行物体 这是这个月的第六次的试射行动 在北韩最近是接二连三的测试武器 升高了在当地区域的紧张事态 南韩军方则说 北韩在25号朝东岸外海发射两枚巡异飞弹 接着呢 在疫情方面呢 丹麦的卫生部长在昨天向全国演说时 他说 COVID的变异 Omicron的亚变种BA.2 现在已经成为丹麦的主流 它的传染力似乎比更常见的BA.1紫系更为强 更还要强 在现在全球COVID-19的病例当中 BA.1紫系目前占了98% 但是呢 丹麦成了例外 它的BA.2在1月第2个礼拜就成为了主流的病毒株 而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单位研究COVID-19治疗药对Omicron变异株的效果 结果则显示抗病毒药 这是瑞德西韦和莫沙东可服药 莫纳皮拉韦 它抑制Omicron的效果 与抑制Delta是同样有效的 在现在显示呢 这两种药 它可以抑制Omicron变异株病毒的增值 它跟抑制Delta变异株 有相同等级的效果 下边呢 则看到其他方面的新闻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特使 昨天在巴黎的会议谈期间 对乌东达成了不慎牢靠的停火协议 而且在俄罗斯可能准备入侵的背景之下 现在各方还是同意要继续的继续讨论下去 而随着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 部署了超过10万大军 现在双方边境已经在这边情势成为了国际焦点 俄罗斯可能会中断或限制对欧洲天然气供应 也引起了国际方面的关注 对此澳洲政府已经表示 着手准备增加供应天然气给欧洲来应急 另外呢 在现在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在即将要开幕的 就是北京的冬季奥运 根据报道葡萄牙的外交部长 日前在欧洲联盟外长会议之后 向媒体说 出于一些原因 葡萄牙将不会派政治代表 参加北京的冬季奥运的仪式 并且期盼欧盟能够团结 他向媒体证实 葡萄牙不会有政治代表出席冬季奥运开幕 或以及闭幕式 正在和其他欧洲国家协调这件事情 另外呢 再谈到了中国 我们看到世贸组织 则在昨天说 WTO裁定中国每年可对 大约6亿4500万美元的 美国进口商品课征 报复性关税 在对此 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发言人霍奇 发表声明说 美国对世贸组织仲裁员的裁定 深感失望 好 接着在新闻方面看到 布鲁塞尔的报道 根据一份声明 欧洲联盟普通法院 昨天撤销了欧盟执委会 对美国晶片制造商 Intel的10亿6000万欧币的罚款 认定了欧盟没有能够充分证明 在这个案件当中 关键的反竞争行为 在这笔欧盟史上 第四高额的罚款祭出12年之后 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普通法院 做出了无效的裁决 不过欧盟执委会 可能会向最高法院 提出下边的赏诉 好 我们在新闻 国际新闻方面 最后我们则看到 这是英国安德鲁王子 他现在在美国的纽约 打民事性侵官司 他的律师团在昨天宣布 安德鲁寻求陪审团的审理 来洗刷他的性侵罪名 这起诉讼 已经让安德鲁王子的名誉扫地 被迫退出了王室的职务 好 带给大家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朋友们 我们在这和听众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我们也看到 第一个看到 中国外交部则在今天表示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昨天通了电话 要讨论的就是 在双方的乌克兰的问题 那么王毅则呼吁各方要保持冷静 通过谈判来达到欧洲安全 而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注 也应该要获得重视 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公布 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通电话 布林肯也通报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王毅则表示 解决乌克兰问题应该要回到新明斯克协议的原点上 只要符合这个协议和精神 中国都会支持 同时他也呼吁各方要保持冷静 不要做刺激局势紧张 炒作渲染危机的事情 另外 欧盟批评中国胁迫立陶宛 表示已经就中国方面对立陶宛的歧视性贸易做法 向世贸组织提出了诉讼 对此 中国外交部也在今天向欧盟喊话 警惕立陶宛绑架中欧关系的企图 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表示 中国方面一贯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事 中国和立陶宛关系出现问题 其中的是非取直十分清楚 所谓中国对立陶宛进行胁迫 纯属无中生有 颠倒黑白 接着我们看到关于在疫情方面 在浙江今天新增了COVID-19 本土确诊病例达8例 都在杭州市 并且第一个确诊病例的样本 及他所在企业的进口物料上 检验出多个Omicron病毒变异株阳性样本 在发布说 经过审疾控部门 对第一名发病的病例样本 进行的基因测序 那么现在确诊病例 和他的企业进口物料 都验出的是Omicron的阳性的反应 另外在中国已经展开春运了 疫情下的中国春运 前10天旅客量到年增了46% 旅客发送量达到2.6亿人次 在今年中国春运1月17号启动 到2月25号截止 由于期间是否北京的冬季奥运 再加上COVID-19本土疫情持续多点散发 多地还是提倡就地过年 禁止组织跨省旅游 当局预估今年春运旅客量会比去年成长35.6% 但是比2019年疫情前将会减少60.4% 另外看到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布了电视剧模板制作规范 明定电视剧正片时间不能少于41分钟 而前期回顾下集预告的时间 原则不能够超过30秒 这个新的规定今年4月1号会实施 在中国的房地产方面 这个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 昨天就说会争取在未来6个月内 提出初步的重组方案 并且会留意到外界质疑恒大的讯息透明度 和工作重组进度 也再次呼吁各债权人不采取任何激进的法律行动 在现在中国方面 为了要化解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危机 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近日邀请多家全国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开会 希望借由处置不良资产收购或者并购的方式 可以化解在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风险 另外呢 即去年5月辞去字节跳动执行长 董事长职务 字节跳动创办人 张一鸣在近日再卸下了法定代表人了 还也卸下了执行董事长的职务 现在法定代表人将由董事长张立东接任 报道中说张一鸣将不再参与在公司的日常管理 最后我们看到来自香港 第一个呢 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呢 香港的COVID-19疫情严峻 单日呢 这个是确诊164例 创近两年的新高 而香港特首选举提名将会在2月20号开始 那么选举将会在3月27号举行 那么整个的提名到这个投票呢 大概为期是14天 带给朋友们来自中国方面的报道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我们在这里呢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 为大家播报 请和我继续的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阳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行政院主计总处今天公布 110年第四季经济成长率 概估为4.88% 较预测数增加0.73个百分点 也让全年经济成长率增加0.19个百分点 概估为6.28% 创11年来新高 主机总处分析 国内产能持续提升 意识出口动能 第四季按美元计价 商品出口较109年同季 增26.01% 带动商品及服务输出成长 11.92% 较预测数增加1.57个百分点 主机总处也指出 尽管第四季随国内疫情降温 管制措施逐步松绑 加上政府推出多项振兴措施 实体通路人潮回流 让整季民间消费转为正成长 1.62% 但较预测数减少两个百分点 主机总处专门委员吴佩玄说 本身还是有一些警戒心在 所以我们看到 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些管控措施 像是总量管制 或者是人数的限制 其实只是在11月初的时候才解除 那有一些娱乐场所 是在11月中之后 才完全开放的 那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也有一些约制的状况 吴佩玄也提到 由于五倍券金额比三倍券高 对民间消费益助更高 目前第四季兑付比例达66% 跟三倍券推出时的那一季差不多 另外民间消费不如预期 也跟物价上涨有关 国内疫情持续 庄陆姓疫情局中心宣布 到2月7号维持二级警戒 外界仍然关心餐厅是否会取消内容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行政院会表示 餐饮业涉及40万人生计 也是150万农渔民产品的重要销售通路 目前不会禁止餐厅内用 但必须严格落实实联制 政委员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转述说 而国人最关心的餐饮场所 因涉及40万的从业人员生计 也是150万农渔民产品的重要销售通路 我们目前不通令一律禁止内用 但要求一定要严格落实实联制 若做不到的就要禁止内用 其他如规定从业人员及顾客 都要完整接种 使得进入的休闲娱乐场所 也都要落实查核 本土疫情威胁 中央流行疫情主要中心 主要关城市中今天公布 农历春节生活防疫指引 呼吁民众尽量完整接种疫苗 亲友聚餐也要控制人数 聚会时避免太亲密 他强调 现在已经很难追求零风险 实例显示 许多接触时间不长者也染疫 因此只能多层次防疫 追求低风险 主要中心今天并公布 国内新增21例本土病例 另外有43例境外移入 确诊个案中没有新增死亡 国内出现缺氮危机 受到天气温差大的影响 中南部产氮率下降两成 加上饲料上涨 但价格不涨 也让农民缺乏诱因 农委会今天在行政院会后 记者会表示 目前每天缺氮120万颗 已经紧急启动南氮北送 并从澳洲美国紧急进口鸡蛋 满足国内需求 农委会表示民众到量饭店或大卖厂 仍然可以买到鸡蛋 至于散装蛋部分 农委会将全力补租 农委会副主委黄金成 也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表示 澳洲和美国进口的鸡蛋 大约2月中旬到货 而台湾蛋中既因有不少数量感染 前流感病毒 要到3月才会恢复数量 因此台湾本土鸡蛋 则要等到清明节 蛋元才会恢复正常 黄金成说 澳洲跟美国现在能够调度的蛋元 也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尽量的 能够调度的到蛋元的话 我们就尽量让他进来 所以这一个来补充国内不足的这个部分 我相信应该是在清明 来到清明的时候就应该会恢复正常 黄金成表示 他26号到传统市场跟超商 目前传统市场蛋量比较少 但还是有货可以贩售 他表示澳洲和美国进口鸡蛋2月中左右 每周至少会有一个货柜 约60万颗鸡蛋抵达台湾 外传政府最快可能今天宣布 开放福岛食品进口台湾 对此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 在行政院会记者会上表示 行政院会议程并没有列入 辅导食品议题报告案 今天院会议程也确实 没有辅导食品相关的议程 之前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毅仁 也表示辅导食品议题没有时间表 如果有具体进度会向民众报告 罗秉成说 两天前其实就已经澄清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这个规划 今天的议程我一开头就讲了 刚刚已经全部的转述完毕了 议程的转述都完毕了 没有这样的一个议案的规案安排 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所以外界的这样的一个揣测 我们已经事先澄清 而今天证明并无此事 那其次刚刚也强调了 任何食品的进口 在保护国人健康安全底下 如果需要什么配套 一定会周全的考虑 罗秉成表示 政府的食品政策立场向来清楚 不管进口哪一国食品 都以保护民众健康为最高考量 当然也要符合国际标准与科学证据 政府都会基于这样的原则依法处理 而国民党今天上午召开人民食安优先 反对核实进口记者会 副民书长王玉民表示 民进党在野时主张禁止核灾区食品进口 执政后却想要开放 被离民意让人无法接受 台日之间没有司法互助协议 一旦有疑似日本核灾食品进口 将无理要求日本调查 俄罗斯重兵集结乌克兰边境 外界也同时关注台海动态 针对中国有可能在北京冬奥后 武力犯台的相关评论分析 陆会副主委邱锤正今天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 已经注意到学者专家对台海局势 可能受到乌克兰情势影响的提醒 我方要呼吁北京当局保持克制 避免误判 不要再升高两岸紧张情势 关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 他希望有机会到台湾一事 邱锤正回应指出 客家文化的核心在于 中意团结开拓进取的精神 在台客家人与其他族群经过长期努力 共同创造自由民主多元的台湾社会 欢迎朱凤莲在疫情趋缓后来台 邱锤正说 如果朱女士确实有意愿来访 我们欢迎朱女士在两岸疫情趋缓后 能够敞开心胸 放下不必要的政治框架来台交流 本会也将善尽地主之宜 相信朱女士在台期间的亲身体验 一定会对台湾民众的自由民主多元 包容开放的生活方式 有更好的理解与认同 此外 邱锤正呼吁东奥主办方应该遵守 奥林匹克宪章的规范 不应该以政治因素干扰赛事 打压矮化我方 政府有关单位也会做好各种 突发状况的应变准备 继续来关心的是 台湾化妆品内的法定拱 自然残留浓度为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今天表示 校内圣衣光电所师生团队 成功研究出更细致的重金属检测方法 阳明交大圣衣光电研究所 学生刘宏斌介绍 这次的研究团队 由印度籍师生薛特爱古 及硕士生陈资颖共同组成 团队成功以此等离子体奈米粒子 结合雷射光 透过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的技术 经过团队实际测量 市售美白化妆品的拱自然残留量 可以侦测到0.2ppb的拱离子浓度 比台湾现行规定的1ppm 自然残留剂量低很多 刘宏斌说 研究团队提到 化妆品如果含有重金属 经由皮肤长期微量吸收可能中毒 现在重金属检测方法虽然准确 但需要大量样品和专业技术人员 在实验室操作 将来利用拉曼光谱来检测 物质的流程简单而且快速 只要是光线可以照射的物质都可以检测 包含固体液体和气体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稳定调控金属奈米颗粒的结构 创造出可以重复使用的机材 而现阶段的研究成果 已经发表在光电感测技术的国际期刊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